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岸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河南在台湾向大家问好 好 首先我们来快速浏览一下两岸新闻 国务院办公厅16号转发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关于清理规范驻省会城市办事机构指导意见 要求各地将撤销县级政府驻本省省会城市办事机构 现有市级政府民族自治地方 县级政府驻本省省会城市办事机构 却因工作需要省级政府批准后可预保留 但应当严格控制 撤销市县两级政府职能部门驻本省省会城市办事机构 政府在同一省区多个城市或者临近省区多个城市 派驻办事机构的应当实行整合 减少办事机构数量 把脸凑近 第一的一声您就付完钱可以走人了 这种在美剧和电影里才会出现的高科技场景 现在也能让您酷炫一把 3月16号 马云在2015年德国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开幕式上 向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内的嘉宾 现场演示蚂蚁金服的扫脸技术 实现人脸识别之父 据了解 人脸识别技术已在公安 海关 边防 政府等领域部分应用 国内金融领域的应用目前尚在探讨当中 说到电影中的高科技 就不得不提到电影《变形金刚》了 尽情的挥洒着人们对科技进步的极致想象 如今这些钢铁主角不再是科幻电影的主角了 也出现在了现实生活当中 湖南衡阳就有这样的一对农村父子 他们受到了电影《变形金刚》的启发 用八年的时间用废旧的金属材料 制造了比例为一比一的晴天柱和大黄蜂模型 这些制作精良的《变形金刚》 不仅是引来了络绎不久的参观者 还为他们带来了超过百万元的收入 父子俩以110万人民币的价格 将这两个模型出售给了一家地产商 看来《变形金刚》系列掀起的浪花 远不只是简单的80后的回忆 更有一系列的商机 而这些恐怕比影片本身更受关注 再来看台湾方面的消息 台湾公路收费员自救会 昨天上午7点左右 突然到了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毛治国的住家楼下来进行抗议 一度是导致毛治国无法出门上班 而直到8点50分左右 毛治国在警力的维护之下才得以出门 那么在出门的时候 包围群众除了大声抗议以外 还有人向其丢置了鞋子等物品 并和警方爆发了冲突 一度甚至还有记者是遭到了脱离 于是也就引发了外界 对于警方是否执法过当的质疑 再来看另一条消息 台北市长柯文哲的一举一动 都很容易变成新闻 在今年1月初的时候 柯文哲曾被网友拍下 独自搭乘台北捷运的照片 是大秀了一把清明风 而近日又有台湾网友 分享了捕获野生科匹 也就是柯文哲市长 在台北捷运上的照片 在照片中 柯文哲手上还拎着一盒洗饼 那对此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 在受访时特意表示 柯文哲是在结束 嘉义和云林的行程后 选择搭乘捷运回家 而当时其实也并非 柯文哲一人是有随护陪同的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 在台北的观察 好的 接下来进入 我们今日重磅环节 据新华网援引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6号 在东京出席纪念联合国成立 70周年活动时表示 日本已深刻反省战争 他在演讲中 谈及战后日本的努力 称日本在对之前大战 进行深刻反省的基础上 努力建设自由 民主和保护人权 尊重法治的国家 强调日本走和平国家之路 而据环球网援引韩联社报道 日韩间有关日军 未安妇问题的第七次 局长级会议16号 在首尔举行 双方试图缩小意见分歧 却无具体成果 另外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强调 早日解决历史认识问题非常重要 特别是日本领导人 应该站在面向未来的角度 尽快解决因历史认识问题产生的对立 另据新华网援引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古元真一 与公民党干事长景尚一九 16号正式发布消息称 将于23号前往北京访问 并预计两人将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举行会谈 确认2009年中断至今的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重启事宜 并就有关解禁集体自立权的新安保法制进行介绍 并谋求中方理解 双方可能还会谈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问题 古元说希望增进中日性外关系 好的相关话题呢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张斌以及在台北演播室的嘉宾邱毅教授 据新华网援引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自民党与公民党的干事长将于23号前往北京访问 确认2009年中断至今的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重启事宜 那么首先我们请问一下张斌 这个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机制 日本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候要重启这个机制呢 我们知道中日两国历史原因纠葛非常深 但是现实两国之间的经贸文化交流又非常密切 因此有必要及时厘清中间的相应的一些问题 为两国更好的交往进行打下一个监视的基础 所以大概在十年前的时候 两国的执政党进行了一个相应的党务机制的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么这个平台建立以后应该说对于两国的深入交往起到了很好作用 但是我们知道近些年来应该说安倍政府上台之后 一直推行这种右翼的军国主义 那么这就突破了一个两国交往的底线 也给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一定挑战 因此这样的一个党级交流的平台或者机制 就一直搁置下来 从09年到现在已经中断了五年了 今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 今年是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 也是我们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 应该说日本方面还是很紧张的 他希望利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 能够修复跟中国和韩国之间等等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了 不管是自民党还是公民党的干事长 这次来北京将和中联部的相关的领导进行一个相应的会晤 我觉得也是因应了 国际的大的环境使然 那么安倍在16号发表演讲时表示说 二战之后日本已经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那么秋一教授您认为是这样的吗 安倍的深刻反省是反省了什么呢 安倍是非常狡猾的 安倍提到的深刻反省 到底在反省什么呢 因为如果日本要深刻的反省 他恶战所犯下来的罪行 应该强调是针对日本的殖民统治跟侵略的罪行来进行深刻的反省 并产生深切的道歉跟谢罪 可是安倍基本到现在为止 他对于殖民统治 他对于侵略 他是避而不谈的 甚至他认为侵略在学术上名词是有争议的 他到现在为止 他仍然企图把日本在恶战里面是加害者的角色 要改变成受害者的角色 他在强调什么 在强调东京大轰炸 在强调广岛长崎被美国丢了两颗原子弹 但是他却隐晦掉慰安部的问题 还隐晦掉南京大屠杀的问题 隐晦掉反人类的一些罪行 所以安倍所谓的深刻反省 我们不知道他在深刻反省什么 难道安倍在深刻反省的是 日本当时为什么没有打胜仗吗 所以今天重点不再深刻反省 重点在日本要面对历史的事实 日本要面对过去的殖民统治 跟过去的侵略的罪行 对于亚洲国家所造成的伤害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说 在战后70周年到来之际 早日解决历史认识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日本领导人 应该要站在面向未来的角度 尽快地解决因为历史认识问题而产生的对立 那么潘基文的这番话 对于一直想入场的安倍来说 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张敏 潘基文这番话 其实它更多地代表了一种国际舆论的声音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也就是反法西斯战争一个明确的史观 这点其实恰恰是跟日本相反的 虽然这次安倍在联合国大学发表演讲的时候说有深刻的反省 但是这种话其实日本的历劫政府已经说过多次了 深刻的反省并不是停留在嘴上 而是要看你的实际行动 我们看到安倍恰恰相反 嘴上虽然说着在反思 但是实际上他这种相应的加强军国主义的脚步并没有停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安倍仅以口头说说 那么是完全不能取信于亚洲邻国的 这也是潘基文要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候 特别点出日本要以史为鉴 认识历史问题 反思历史问题的关键 那就是你不能嘴上说一套底下又做一套 这样是得不到世界人民信任的 好的谢谢两位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稍后再做请教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俄罗斯 被消失的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现身圣彼得堡 并以一个针锋相对的军演命令重回公众视线 16号当天 普京下令俄北方舰队及散兵部队进入全面戒备 以展开军事演行 而据俄媒报道 俄罗斯东部军区发言人亚历山大戈尔杰耶夫表示 该军区已于16号开始举行通信兵军演 有约3000名士兵和超过500个军事设备投入演习 此前 北约计划在本周与波罗的海三国 拉脱维亚 埃沙尼亚和立陶宛 开始为期三个月的联合军演龙骑士 这是美国主导的北约在三国2004年加入该军事集团后首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3000美军和美国的坦克进驻拉脱维亚首都里加 曾是苏联后院的波罗的海三国成为北约与俄罗斯对峙的最前沿 有评论认为 俄罗斯的一系列军事动作是对北约的强有力回应 此外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近日表示 如果俄罗斯不从乌克兰的领土上撤军 乌克兰的盟友们应考虑抵制2018年在俄罗斯举行的足球世界杯 对此俄足联名誉主席科洛斯科夫16号对路透社回应说 俄将举办2018年世界杯这一点不会变 且会举办的很好 任何想要破坏这届世界杯的企图都会失败 正如索契冬奥会经得起考验一样 好的相关话题 我们再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张斌 以及在台北演播室的嘉宾邱一教授 被消失了10天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16号一线身就宣布进行两场军演 这到底是为什么 普京的举动又透露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张斌 普京消失了这么多天了 也是引起了舆论的哗然 特别是西方的一些媒体 也对普京消失 可以说是提出了种种的揣测 那么目的无非是要对俄罗斯施以这种心理战 希望俄罗斯能够造成一定的混乱 那么同时也对普京造成打击 但是普京这次应该说也在跟西方玩了一个心理战 他突然的现身 同时现身之后马上宣布实行两场军演 展现了普京的两点 一个是一贯的那种铁腕 就一出来之后 鉴于乌克兰的问题 包括最近美国在波罗的海三国进行军事演习的问题等等的 展现出了强硬的一面 还有一个这也是一种普京自信的表现 那这样的一种表现 一方面展现出了普京本人对于俄罗斯局势的一个控制能力的自信 也展现了一个对外的这样的一种铁腕的手段和一种超强的自信 普京在强硬秀肌肉的同时也不忘展示他幽默的一面 昨天他在回应一系列普京去哪了的猜测是说 如果没有八卦我们会觉得很无聊的 那么两位觉得普京的失踪真的只是给西方媒体提供八卦素材吗 我认为普京所谓的消失的正在期间所引起的各方面的揣测 不应该以八卦事实 当然就西方的媒体来说是存在恶意的 因为西方的媒体始终想用想方设法的去打击普京 在俄罗斯人民心中的一个崇高的地位 好使得美国跟欧洲对俄罗斯所进行的经济制裁 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益来逼俄罗斯低头 所以他对于普京所谓的负面新闻 那么是非常努力的在经营的 我觉得普京失踪当然最主要的原因 还有待于相关部门的这样的一个权威的披露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几天的所谓失踪 那么绝不是像外界所想的那么简单 给什么西方媒体 给西方舆论提供一点八卦的素材 更多的很可能是普京的一种战略措施 也就是说他利用这种身份 或者说这种形式来观察外界 特别是西方的一些反应 也就是说普京消失的这段时间 到底看看俄罗斯本身国内的抗压能力怎么样 看看外部到底什么样反应 也不失为一种观察外界 然后应对出相应政策的一个相应的手段 在俄罗斯与北约比拼军事肌肉的同时 一向主张外交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德国总理默克尔16号 在柏林会见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时候 表示说德国已经做好了准备 在必要的时候出台新的对俄制裁行动 那么张斌 您认为德国出台新的制裁措施可能吗 默克尔强硬表态的背后是什么 在这件问题上 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些大国之间的这样的政治上的博弈 和自己利益的一个考虑 应该说在乌克兰问题上 推动通过外交途径 谈判途径解决的 那么最主要的两个国家 一个是德国 一个就是法国 那么在这方面呢 他要力推 力推的时候 如果外交途径通过谈判途径解决不了的时候 那么法国也好 德国也好 特别是德国 他必须要展现出自己强烈的一面 这一面既是给美国看的 也是给德国国内的民众看的 同时也是给乌克兰看的 因为德国啊 一直在欧洲处于一个主导地位 他的这种主导地位 通过什么来展现呢 当然国力的强盛 经济的发展 自然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但是更多的是对外关系 包括在乌克兰等等 这些国际问题上的态度 和他的这样的一个立场 可能会影响他的相应的形象和地位 因此默克尔这样的一个表态啊 并不奇怪 那么从这点上来讲呢 应该说这是默克尔 也就是德国 惯用的两招 其实也不是德国 其他国家包括美国也惯用 就是胡萝卜加大棒 或者说谈判加威慑 这样的一种组合 其实正是当下 在处理乌克兰问题 乃至于其他地缘热点问题时候 一种惯常的手段 好的 谢谢两位的分析和点评 好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新华网援引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报道 继英国上周提交正式申请之后 法国 德国 意大利决定 追随英国的脚步 加入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简称亚投行 这将使亚投行 扩为至31个创始成员国 报道称 英国加入亚投行的链式反应还在扩大 多个发达国家 目前正在就加入亚投行 进行最后阶段的决策 包括韩国 澳大利亚 瑞士 卢森堡等国 都有可能提交申请 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14号表示 已注意到英国的举动 鉴于新西兰去年已经加入亚投行 新加坡和印度也有异象 澳大利亚将会在数周内决定 是否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两会期间表示 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资格确认 截止日期为今年的3月31号 但从程序来看 由于新成员国加入的征求意见时间 需要两周 因此今天将是作为创始成员国 加入亚投行快车的最后时间窗口 在此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国家 加入到亚投行这列经济快车中来 据中新网16号援引英国媒体报道 伊拉克政府军方面表示 极端组织在伊拉克军队的攻势下是节节败退 近日他们发现有些极端组织成员为了逃离战区 竟然将自己打扮成当地妇女的模样 企图蒙混过关 在伊拉克政府军披露的照片当中 这些逃跑的极端组织成员一般都刮去了胡子 穿上了当地女性的衣服 有的还在脸上化了浓妆 甚至还戴上了纹胸 但伊拉克政府军称 这些人的化妆技术很烂 以至于一眼能分辨 他们还表示 曾抓到过一个忘了瓜胡子的极端组织成员 凭借血腥暴行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活动的伊斯兰国 是全球最臭名昭著的极端组织之一 如今其逃兵是越来越多 而且各出奇招 这正说明了极端行为和暴行不得人心 据人民网综合美国华文媒体报道 美国联邦人员日前在加州查封了四所假大学 他们以每六个月1800美元的学费 招收主要来自韩国和中国 共约1500名学生 让他们无需真正上课 就可凭录取书等校方文件 申办学生签证在美国境内生活 当局近日是拘捕了经营者等三名韩裔人士 控告他们串谋移民诈骗洗钱等罪名 据悉美国有关当局此前倒破的最大宗假大学骗局 是2013年同样也是在加州北部的所谓三谷大学 其华裔女校长因骗取560万美元 以判求16年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国内关注留学的学生家长们 谨慎鉴别留学对象 防止受骗伤当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越南胡志明是日前发生的一起 因放风筝引起的人员坠亡事件 在当地举办的风筝节上 一名5岁的男孩被一只巨型的风筝起飞时的绳索意外缠住 带到了近20米高的空中 最终不幸坠地身亡 据报道 这只造势的风筝宽18米归当地一个风筝协会所有 事发时相关人员正尝试着放飞风筝 没有留意到身边男孩的靠近 最终是导致了这起意外的发生 目前越南当局正在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 因节日和庆祝活动而发生的意外 在新闻事件也是并不罕见 但因为放风筝坠亡还是闻所未闻 这真是一只魔性的风筝 我们要引以为戒提醒活动主办方 要做好安全保障措施 注意各种细节 也要提醒家长看好年幼的小孩 绷紧安全的线 好的下面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带您继续关注 据台湾媒体报道 2016台湾地区领导人于明代选举投票日期 确定为明年的1月16号 确定投票日期需要考量哪些政治因素 作为民进党几乎确定的候选人 蔡英文为何履遭党内外人士批评 王金平 朱立伦 谁将代表国民党出战2016 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雷倩 为您带来深度解析 不要走开 广告回来带您提醒关注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由盼盼食品独家剧名播出的 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们来看台湾岛内的消息 台所谓中选会在今天召开会议 决议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 及明代选举投票日 为2016年的1月16号 眼下围绕选举 蓝绿都积极地展开了布局 据台湾媒体报道 国民党的明代选举提名作业 打算采类似柯文哲模式 不分蓝绿与各界合作 对此民进党嘲讽 这根本是东施孝平 长得难看 却偏要模仿别人 不过国民党并不这么看 马上进入新的台湾 来看东南卫视 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欢迎柯文哲到嘉义走春 民进党嘉义民代参选人 专程到柯文哲的行程举排 欢迎抢曝光 柯文哲去年以无党籍身份 选举并当上台北市长 他所谓在野大联盟的选战策略 取得了极大成功 同时也成为人气王 有鉴于此 国民党2016明代初选作业 也打算采取类似柯文哲模式 与有党或民间团体合作 甚至说民间党初选选输的人 也都可以合作 引发不小的讨论 乐意啊 希望说 让党能够得到更新的这个名义 东施孝平 其实是得到反效果了 国民党不要选输了 就到处铁乎对白 对于国民党的试图改变 民进党嘲讽是东施孝平 话说得很酸 事实上呢 对于2016 民进党自己要面临的问题也不少 一方面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对于国民党可能的对手朱立伦与王金平 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那么另一方面呢 挥是不去的北岸议题 也然已经成为了民进党和蔡英文的拖累 据台湾媒体报道 民进党大佬 吕秀莲近日在出席民进党公开活动时表示 现在整个情势对民进党对蔡英文有利 但他也提醒 民进党如果整天与国民党斗来斗去 人民没信心 而台立法机构复制负责人洪秀柱也于16号在网站投书指出 从民进党前发言人徐家庆的爆料事件可看出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无力与陈水扁切割 而被贪腐与极端势力驾驭的政党若重返施政 恐怕是台湾的灾难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台北演博士 贺南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杨阳 今天来到我们论到台北板块的两位来宾 分别是中国文化大学邱毅教授 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以及我们台湾时事评论员雷倩博士 博士你好 你好大家好 民进党方面应该在2016是蔡英文 但是现在蔡英文却受到了吕秀莲的点名 吕秀莲是这样子说的 她原话是如果只会斗国民党的话 人民是没有信心的 想请教教授 您对于吕秀莲这个表态有什么样的看法 吕秀莲一向对蔡英文是很反感的 对蔡英文也一向批评绝不容情 那综合来说 吕秀莲对蔡英文的批评大概有三大点 第一点呢 就是她对于蔡英文提出来的台湾共识 蔡英文一直用台湾共识 想要取代目前执政国民党的九恶共识 那吕秀莲对台湾共识的批评 是认为说台湾共识的内容是空洞无物的 是根本搞不清楚它的内涵是什么的 所以听了台湾共识之后 是没有办法对蔡英文产生支持的念头 也不会有任何去支持蔡英文的热情 这是第一个批评 那第二个批评呢 她认为蔡英文基本上她是搭了民进党的便车 对民进党没有贡献 当然相对吕秀莲来说 她是美利岛世代的 她参与过美利岛事件 那么坐了牢 那她认为 吕秀莲认为说 她是为台湾的民主运动 是付出了牺牲与代价的 而蔡英文是搭了便车 基本在民进党已经执政了以后 蔡英文才跟民进党搞在一块 那第三个当然吕秀莲一直希望 蔡英文如果要参与16年的大选 就得持续党主席的位置 否则的话 那么她认为裁判跟球员是同一个人的话 就造成了很大的不公平 也阻碍了其他的民进党里面的优秀人才的一个 想参与这个16年大选的一个企图 所以吕秀莲一向对蔡英文是不客气的 所以现在吕秀莲对蔡英文有这样的批评 一点都不意外 现在就有台立法机构的副职负责人 洪秀祝就出来 同样也是点名蔡英文 认为说蔡英文是无力从陈水扁来进行切割的 那如果是这样子下去的话 现在被贪腐以及极端势力驾驭的政党 如果重新上台的话 对于台湾民众来讲的话 恐怕是一个灾难 那您对于这个说法怎么样看 陈水扁的贪腐其实是个事实 是一个铁证如山司法定验的事实 那蔡英文理应要对陈水扁的贪腐要有所切割的 我认为说一开始徐家青出来爆料 其实应该也有后面有蔡英文的影子存在的 所以也就是帮蔡英文带来切割陈水扁的贪腐包袱 可是等到徐家青一讲了以后问题摊上了台面 在陈水扁跟贬系人马跟独派人马 强大的压力之下 我们见到了蔡英文 最后是采取了切割 是把徐家青给牺牲掉了 而自己向陈水扁妥协 那这样的做法 其实是代表非常危险的 施敏德就说过 一听到蔡英文可能要成为台湾的最高领导人 会让人家觉得毛骨悚然 确实如此 一旦如果蔡英文上去了 在台湾有了执政的地位以后 那他面对陈水扁或者民进党内的贪腐 他其实从这里来看 他应该是纵容的 甚至他很可能同流合污 那不是等于把陈水扁的贪腐再传承下去吗 所以我认为洪秀柱的批判有一定的说服性 之前我们已经盘点过 绿营在2016的一系列的准备 以及可能出现的状况 那么在蓝英方面 2016又有怎样的情况呢 我们先光就蓝英内部来说 除了王金平朱立伦以外 大家别忘了还有吴登义跟郝龙斌 他们在旁边是准备做备位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目前内部的民调来说 都是朱立伦比较算是遥遥领先 但是相对的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1129败选之后 国民党内部尤其是中生代的政治实力 已经做过一轮的盘整 而这一轮的盘整是他们共同去要求 由朱立伦出来操盘 所以可以说朱立伦已经提前做了预热的准备 朱立伦如果批挂上阵 现在与民进党的蔡英文之间 仍然有一些落差 所以于是就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朱立伦解决了王金平的党籍的问题 那王金平其实如果担任朱立伦的副手 对朱立伦来说应该是有加分的 而依照民调显示 如果是朱王沛的话 那与蔡英文之间的差距呢 那么就相当的缩小了 就缩小到统计误差之内了 代表国民党是有一搏的机会 那所以到目前 大家认为最佳的组合 国民党最佳的组合 应该是朱王沛 那王金平最近的支持者的动作很大 那么基本都希望拱王金平出来 绞逐16年的大选 可是就我对王金平的了解 王金平有人脉 但是没有人气 而王金平已经74岁 明年就75岁了 王金平如果出来选举 其实对争取年轻人的选票 对争取女性的选票 对争取台北或者是都会区的选票 其实是比较不利的 好的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点评 那么其实关于国民党方面 在明代选举上面 同样也有些新的动作 一段广告之后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支持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们接着来关注蓝营在2016的选举 那么特别是在明代的这个部分 根据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情况 现在国民党内部有一个消息传出 是认为说国民党有一些计划的策略 进行了改变 是说在中南部的一些艰困选区 不排除 寻找柯文哲模式和有党 或者是民间团体来合作 我们来请教一下 中国文化大学邱毅教授 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否能够奏效来赢得选战 国民党跟民进党有很大的差别 民进党之所以可以踩柯文哲模式 是因为目前台湾的民间的公民力量 或者叫做第三势力的力量 是比较亲民进党的 所以他们本质上比较接近 所以可以进行整合 那国民党呢 国民党到底要跟谁整合呢 除了跟新党以外 新党理念跟国民党接近 可是新党基本上的目标 是放在北台湾 不是在中南部啊 中南部本来新党就没有很大的一个 一个选票的基础啊 那国民党到底要踩柯文哲模式 跟谁合作呢 这一点我就觉得很纳闷了 不知道谁想出了这个天方夜谭的想法 如果国民党是由想出这个想法的人 进行操盘的话 那是国民党的大不幸 那国民党在中南部 仍然有他一定的党的组织的力量 只不过过去 这些党的组织的力量奔崩离析 那现在如果国民党希望 能够在中南部 能够让国民党振臂起衰 让国民党能够在中南部 获得了一些席位 获得选票数有所增长 其实 把它过去国民党的组织的力量 把它健全化 把它给强大化 仍然有一定的生机的 何况国民党的这些组织系统 是存在的 只要让它重新再活起来 再动起来 国民党在中南部的选票 不见得不仁有所为的 好的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与点评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 还给福州 杨阳 好的 谢谢台北M博士 下面是广告时间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的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 如果您想和我们的主持人有更多的交流 可以登陆我们的新浪微博 欢迎大家锁定收看东南卫视 海海最新带新闻栏目 海峡五报和海峡新干线 我是杨阳 各位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